林源工業區的煙囪下 水底卻有著一片美景 長期關心寶玉的宋永泰 用手機拍下水母浮上水面畫面 但其實這先後水母平常都倒立著 又稱倒立水母 有些甚至呈現淡藍色 發現了藍色水母 那藍色水母是一種很漂亮的水母 那這邊我們也發現到了 而且你看綠色的那個 那個是一種藻類叫做羽毛絕藻 很漂亮的一種藻類 隨意低頭一看水母密密麻麻 這裡不是著名的海洋實地公園 而是林源一處廢棄餘温 已經沒有再養了 那這邊就廢棄掉了 那廢棄掉了以後 這邊就是自然的水母 它就自然跑進來了 去年的時候它在整修嘛 那整修它會污染的這邊 其實水母沒有那麼多 而且它沒有那麼多群聚 而且水質也不乾淨 廢餘温乏人管理曾經髒亂 但近年宋永泰與地主溝通 讓這裡成了水母堂 附近民眾感受到廢餘温的改變 今年就快年比兩三年前 這個水母更多 等於說在這個 這塊魚溫裡面 等於有幾萬隻 只是最近無鍋魚入侵 池邊就能看到每隻魚 都挖了一圈圈的土 像是水底堡壘 排擠水母生存空間 生態處在失衡的邊緣 也造成水母堂的危機 大愛新聞 陳一貞 鄭若平高雄報導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鄭若平高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鄭若平高雄